大未来发展现实性高层论坛 大会主席委员师傅 教育部 吴前部长 吴总校长 我们前交通部部长 现任台中市副市长 林副市长 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各位学者专家 主任人 回应人 交流人 各位 维心中 玄师同修 大家早安 阿弥陀佛 前天盛大的中华民主联合祭祖大典 圆满 结束 今天 接续的是 鬼谷文化 世界和平 大未来发展 现实性高层论坛 我们即将在台中市文化中心的礼堂 节目 我们非常感谢各界各地 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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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事 各位法师 讲师 各位学者专家 各位贵宾 与会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论坛 刚刚师傅跟林副市长 以地方首长的身份告诉他 今天的礼堂太小了 我们有很多闲事同修 要么是坐在台阶 要么是站在后头 我今天要为各位服务一整天 你们要坐在台阶上坐一整天 我们恐怕要做一点比赛 看是谁比较能够撑得久 我们希望大家有始有终 让我们今天的大会 能够圆满成功 我们今天呢 除了开幕闭幕 两个简短仪式以外 有上午一场主任 下午一场主任 然后接续呢 有一场 各相关学者专家 各鬼谷研究单位 代表与会的交流 盛况应该可齐 我们也预祝 今天的大会 都能够圆满成功 在开始之前 我们要感谢 台中市文化中心 借给我们这么很精致的 小而美的场地 让我们觉得 没有空位 非常的圆满 我们也感谢 各位行政工作团队 各位义工同修 大家这样子精神合作 出成我们今天的盛会 我们非常 感谢所有 与会的人 来帮我们一起 共襄盛举 首先我们请大会主席 回言师傅 来自开幕池 回言师傅请 我们大使大悲 微信圣教 教主 王产老主 我们中华十族 胡锡四族 中华三族 宣传皇帝族 孙荣言地族 九龄四游地族 文王周公 孔主 五大圣贤 今日今时 是我们中华 民主五千年来 中华文化道统 大荣卢 鬼谷文化 延续到当下 五千年来的现在 2016年的1月1日 举办天下一家亲 中华民主联合技术大典 第十一谈 新年新首千首 共创 未来一千九十万世世纪的真和平的开始 今天的 微谷文化 它的当下性 现实性 未来性 大未来 大未来 都法人从现在 开始迈向 未来 中华民主五千年来的 温恋情仇 三千七百六十大小战争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 姓氏主的 不姓 这个都是已成过去 正如佛所开示的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也不可得 但是当下心很重要 这即使一经 潜挂 潜为天 第五谣 动第五谣 就飞龙宰天 那即使当下性 汉相逢和 汉相 五千年来的汉相 干旱的汉 汉相逢和 一条文化大和 留到当下 在我们每一位 共同祈祷 三主儿女的心 人心所牵手 共创世界 永和平 从过去的对立 66年的对立 到当下 手牵手 但是手牵手之后 未来更重要的 未来性 大未来 那即使我们今天 我们所要 举办的一谈 论坛 鬼谷文化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 过界 台湾 大陆 我们所有 三主儿女 把累劫 生生世世 所潜能的大智慧 一起开发出来 供养给 我们未来的主主 生生们 所以今天 我们邀请了 各界的 专家学者 还有本维心圣教 我们所有维心 贤士 同修来代表 将 鬼谷文化 五千年来 亦以贯之 有话开天 再话辟地 人力其中 万华生成的 真实义 那在今天 把它 供养给我们的 列祖列宗 之外 我们也分享到 未来 我们所有的 主主生生们 所以今天 特别谢谢 我们各界的 专家学者 教育界大佬 尤其我们 很高兴的 邀请到 教育部部长 吴部长 清基博士 还有我们 前中华民国 教育部部长 林部长 林山 他现在 倒教持航 到台中来帮忙 我特别要求 请林部长 退休了 现在要向观世音菩萨 他是正光明如来 倒教持航 下来 为众生要紧 所以 欣然接受 我来邀请到台中来 担任 副市长 做实质的建设 这是未来的 我们文化的交通 枢纽 也是有 很深的意义 那么今天 还有过去专家学者你们的智慧 我们请你们 来开花 端出来 来分享 功德无量 在这里 代表维新圣教的所有全市同修弟子 向过去 我们的专家学者们 致谢 祝福各位 我们在这里祝福今天的法会圆满 到未来 我们 汉象逢河 第五要飞龙在天之后 就敬意满堂 祝福各位 谢谢 谢谢大会主席 虎言师傅 我们特别 邀请 在开幕式当中 为我们支持 为我们 勉励的 一位是 王金平 院长 但是他因公 不能到场 特别 有贺词 我代为宣读 立法院院长 贺电 维新圣教维新中宗主 混元禅师 台湾鬼谷 鬼谷子学术研究会会长 杨继东 暨 全体与会贵宾台建 欣喜 维新中南天花院 定义 105年1月3日 甲台中市大敦文化中心 举行 鬼谷文化世界和平 大未来发展现实性高层论坛 特殿志赫 维新中在宗主混元禅师 银行下 本着世界和平大院 带领 门下地址 弘扬中华文化道统 除道场办学 电视洪华 传华奖座外 更举办海峡两岸 鬼谷子学术研究会交流活动 成果丰硕 盛具意义 既此盛会 进驻高层论坛 圆满成功 以会贵宾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立法院院长 王金平 敬贺 中华民国105年1月3日 代读完毕 我们谢谢 我们谢谢 王院长 接着我们 请 吴前 部长 也是台湾 教育大学系统 总校长 吴清基 吴教授 吴教授 对我们中文 学术的这个提升 理论的建树 深有着见 我们请 吴部长 大会主席 维新圣教维新中宗子 文言师父 南天文化院 杨基东院长 前交通部 现任台中市的市长 前交通部部长 林林三林部长 在场 我们杨国士 前教育部 政务次长 林聪明 前教育部 政务次长 各位来自 中国大陆 来自香港 日本 韩国 以及台湾 各贵宾 以及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中 诸位同修 诸位贤士 阿弥陀佛 非常荣幸 在这么殊胜的因言之下 能够来参加 我们鬼谷文化 和世界和平 这样的一个高峰论坛 我记得去年举办的时候 我曾经跟师父 大胆地来请示 师父 你看2015 这个世界的局势 会怎么样 他说 干旱 还有 天灾 还有族群的冲突 还有暴力的供给 恐怕会是2015 不可避免的 果然看到去年 这一年当中 因为宗教 因为族群之间 在欧洲 在美国 在很多地方 都发生了冲突 我们也希望 今年 大未来发展 在师父的加持之下 能够让世界 更和平 让海峡两岸的未来 能够更好地发展 事实上 追求世界的和平 是人类共同的一种理想目标 也是人类所共同期待的一个基本生活的权利 和平是一种价值观 和平本身也是一种心理需求 它是一种态度 也是一种行为的起向 事实上 著名的心理学家 马斯洛 他就谈到 人类的需求层次 大概不外五个方面 第一是生理的需求 第二是安全的需求 第三是爱和团体历史的需求 第四是被尊重的需求 第五是助我实现的需求 的确这五种人类心理需求 要能够满足多PC在一种和平的状态 在一种安定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达成 如果没有安定感 有恐惧感 哪有安全 人最怕说生活在一种生理 不能满足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你睡觉也不住在 吃也有一些不能满足 有这种溃乏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会有这种心情的安定 所以生理的需求 必须在很平和的状态之下 才能够达到 安全的需求 如果你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随时走到哪里 都会发生暴动被攻击 你怎么生活下去 如果在团体里面 没有感觉到被爱 随时都有被人家羞辱 或是没有团体隶属 被排斥的感觉 那么这样的生活 也没有办法让你安心立命 人必须要有一种 被尊重的感觉 有被尊重 自己就能够发挥潜能 有被尊重 就没有被排斥的感觉 所以安全和平 安心立命 这是我们大家所期待 所以和平的确是 人的一种心理的需求 宋儒 宋朝的大学问家 张载张衡曲 他也说过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事实上古圣贤也认为 要为万万世世代 开一个太平 让大家能够平安 让大家能够平和 大家能够过着一个 舒适的日子 这是古圣贤以来 大家所共同努力的 一个方向 所以创建永久的和平 是大家共同要去努力追求的 和平 的确是大家必须要关心的 李应大同篇也谈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世界要能够和平共存 要能够显弦以能 要讲信修目 事实上这个和睦就是一种和平 大家相处在一起 很和乐 很和平共处 和平共生 不会有取夺 不会有攻击 不会有迫害 不会有征战 所以要有博爱 大家共同来拥有一个天下 所以这种和平的追求 和平理念的建立 是需要在一种文化的情境当中 去把它应运 去陶冶大家建立的共识 更是需要透过教育 透过宗教的力量 去加以创建 所以我们黄春之 黄教授也一直很强调 要深化和平的概念 不是只有以暴制暴 我们要用正向的 去建立它 对这种平和世界的一种需求 所以不只是在追求 外在生活环境的一个建立 和平共生 更要追求个人 内在心灵的这种世界的 平和跟满足 人类能够由教育跟宗教 建立和平的共识 共同来维护世界的安定跟和平 这是正面根本的 一种和平的理念 也是可以维护世界 永久和平的力量所在 所以我们非常肯定 我们维新圣教 我们维新中很强调 从教育 从宗教的立场 去追求人类的和平 所以我们认为 经由这种高峰高层的论坛 邀请专家学者 贤士同修 精英代表 大家来集思广益 可以激荡出智慧的火花 可以对当下 世界和平的动荡跟不安 及未来人类和平的发展 来有所启示 这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我要强调 鬼谷文化的探究 和世界和平的发展 确实有它重要的贡献跟影响力 第一 鬼谷文化 它是传承 中华山主的文化 周易的文化 古今昆仑的文化 是中华文化道统的一环 它也是融合 儒家 佛家 跟道家 思想一一家 它是以补挂 易经 来探贤基 以阴阳百合 来中天下 为其核心的理念 所以 它强调平和 中道 它也强调了 为人类 为社会 为国家 做安心 立命的一个 和平文化的建立 对世界人类 和平的追求 多所启示 中国古圣 圣贤 朱子百家 尽管各有主张 做法不一 但都是以 敬天爱人 天人合一 普立人天 为一归 企图透过 各种理念 及做法 来引导世人 去追求 和平共生的目的 其实中华民主 是一个爱好 和平的民主 一项强调 追求和平 必须经由 民主的融合 经由文化的交流 还有和平的对谈 来达成 不主张 暴力相向 反对 以暴自暴 以战指战 这个对世界人类的 和平发展 是有重大的启示 我们看到 历史的建政 第一 经由民主的融合 有利 民主和平的发展 皇帝在打败 持有 两大四子的人民 即融合为 华夏 民主 大体系 也就是说 中华民主 能够成为一个 多元组合的民主 是每经过一次战争 就多一次 民主的融合 整合发展的机会 而不是去消灭 对方的民主 所以民主融合的做法 对今天和平的发展 对世界各宗教 各族群的 一个和平相处 是有重要的启示 第二 经由文化的交流 也可以促进 永久和平的发展 中华三族的文化 在皇帝祝国的时代 他就触动了 三族文化的交流 融合了人文 荣衣 跟工业 三者为一体 再由洪子 及其大成 形成以儒家学说 为主流的 中华文化道统 终能维系 中华文化五千年 安定悠久的历史传承 今天世界和平的追求 如果可以从文化交流走手 可以加强各族群 各国家之间的交流 我相信 中华三族文化的交流 所得到的和平的启示 应该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 第三 经由和平的对谈 有利于世界和平目标的达成 开启世界和平对谈 是由中华三族先开始 在史记五帝本记里面有记载 皇帝与元帝版权之意 皇帝持有着陆之意结束之后 以各部主代表结盟与釜山 并且定都与着陆 中华三族能够结盟釜山 化干戈为一博 能够和平共生 是中华民族经由和平对谈 开启和平共存的途径 可见和平开启和平对谈 是中华老祖宗大智慧的展现 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第三我要相当肯定 维新圣教维新中 传承发扬鬼谷文化 对追求世界和平的贡献 维新圣教维新中 宗族福元师父 在台湾创立维新圣教维新中 传承发展弘扬的鬼谷文化 以天下带平为本念 以世界和平为宗旨 以中华文化传统道统 易经风水学为教导的途径 以培养贤士教化民心 移奉艺术天下太平为目标 将鬼谷文化在台湾深耕 茁壮发展并逢养 来做着手 第一个策略是从社会推广 第二是从教育的培训 第三是从论坛的研讨 第四是从讲座逢法 第五是从典藏文物经典 那么第一方面 在社会推广方面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中 福元师父成立相关的文化单位 共转的和平的大法轮 从社会人心的度化 消灾解恶的开始 来建立的世界和平观 第一维新圣教维新中 为了促进世界和平 除了在全国各地的普社道场之外 来方便弘法立生 为人民消灾解恶外 也相关成立的文化单位 第一有财同法人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第二有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学会 第三有维新医药出版社 第四有残疾山先浮市卫星电视台 第五有维新中南天文化院 第六维新中环贝学院 第七维新中世界台商服务联社 第八维新中文化传播股份公司 维新电视台 第九维新益金大学 儿童益金推广中心 第十世界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第十一台湾维新圣教中华民主联合 技术总会 透过这些相关单位 从社会来改造人心 从社会来移封艺术 从社会来建立大家的共识 第二我们从教育培训走手 创办的益金大学 成立维新圣教学院 培育精英奉华的人才 所以在1996年 师傅创办了台湾维新圣教维新中益金大学 设立了正旗班 初级班 师资培训班 益金新法大专青年暑期精进班 世界华人益金新法 暨风水学养贤班 第六年益金大学儿童益金推广中心 第七益金大学国际网络学院 在2009年 师傅也向教育部申请成立维新圣教学院 谢谢林村民前政府次长的协助 在2013年我们奉准筹变 将来我们会有 寿司班博士班学位的课程 以培养精英教育人才 广传的鬼谷文化社会与全球 第三年是透过论坛的研讨 举办中华三组鬼谷文化跟世界和平论坛 来建立世界和平发展的共识 从2001年起就在台湾 举办两岸鬼谷文化学术交流 开启两岸宗教学术文化的对谈 建构两岸宗教学术文化交流的平台 2006到2012年开始又举办了 追根溯源中华三组文化论坛研讨 黄帝、炎帝、池游帝三组文化、鬼谷文化、 孙祖兵华等文化 今年圆月1号是第11次举办 第三年 2013年开始世界和平与两岸高层论坛的隆重登场 开始重视两岸大学著名的学者、教授、学术的精英 进行的学术文化交流研讨 15年来我们举办了70几场次 发表论文200多篇成果堪称丰硕 第四个途径我们用红华讲座来应用电视频道传法 及各种类型的讲座实地缝法 普传的鬼谷文化 那么从1997年开始 师傅就开始利用电视频道来传法 真的相当不简单 几千次的传法 第二 自1998年起开始海外红华 成立海外分校 自2001年起开始到各乡镇 传法讲座易经风水面面观 2005年起开始世界台商讲座红华 可见台湾维新圣教维新中 对鬼谷文化的弘扬 是采全方位的全面性的教育推广方式进行 有电视红华做远距离的一个教学 有面对面的大众演讲 做个案辅导来传心法 不分台湾大陆世界各地 都是道场都是讲道传法的一个场合 最后就是利用典藏文物经典来做这个红华 那么维新道帐15615件 维新法宝问世传承 是有利于推展世界和平 促进人类和平的共识建立 那么维新圣教维新中宗族的弘扬禅师 在1983年和鬼谷先师 王产老子天人合一 鬼谷先师空借传心法 扶原禅师人间接法度众生 那么34年来成就非凡 除藉由各道场弘法及各类型讲座传法之外 另外创办益金大学 将鬼谷文化的益金风水学 融合儒家 树家 道家 百家 思想与益中 有系统的加以弘扬 并且实地去录音 去录音 然后转译成文成策 在经典的形式典藏 名曰维新道帐 15615件 渐渐中华文化 渐渐鬼谷文化 渐渐的教化人心 维新道帐是 鬼谷文化智慧的视线 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 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明灯 最后我也期望 鬼谷文化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未来 去年7月30号到8月5号 在河南齐县 银梦山 鬼谷文化与世界和平论坛 我们很感谢今天齐县 我们的领导 司机 还有副会长都来到现场 当时我也相当有感慨 写了一所打游诗 鬼谷文化建真情 两岸同胞一家亲 普挂一金有残机 共转法轮永太平 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努力的方向 第一就是鬼谷文化 科技的整合 跟世界和平的高层论坛 也能够继续推广 希望鬼谷文化 跟企业管理 跟行政管理 鬼谷文化 跟教育管理 心理辅导 鬼谷文化 跟外交国际关系 鬼谷文化 跟传播沟通 新闻媒体 鬼谷文化 跟建筑 这个管理 跟金属宾学 鬼谷文化 跟地理洪水学 能够做interdiscipline 科与科之间 学与学之间 一种整合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看到 林医生部长 他谈到鬼谷文化 跟交通的建设 市政的建设 这就是跨出了一大步 今后我们希望说鬼谷文化 我们能够将社会各行各业 都能够提供 对他们有所启发 启示的帮助 第二我建议鬼谷文化 能够再努力国际化 跟信息化 希望能够广传 这个外籍的地址 用日文 用韩文 用英文 用法文 用德文能够来广传 能够医化 信息化 将来不受时间 空间的限制 那么更可以广为流传 第三 希望鬼谷寺院 能够普色化 能够普及化 维新道场在台湾 也陆续能够推广 在大陆两岸四地 东南亚 华人的社会 在日本韩国 希望鬼谷寺院 也能够被重视 能够到处来设立 第四 就是鬼谷圣景 这个策略的联盟 我们希望台湾有八卦城 那么在齐县有银梦山 都是非常宏伟的鬼谷文化的圣景 两岸能够联合两岸四地 凡是有王产老祖的庙宇 都能够配合 然后以这个银梦山跟八卦城 这两个地方来 两岸八卦城共转鬼谷文化 世界和平的大法轮 让这个理念 这个思想能够传播 能够发扬光大 今天我非常荣幸 也非常感谢杨院长 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师父一路的提西 感谢我们来自大陆 各位贵宾 还有来自日本韩国 各位贵宾 大家能够在参加 这样的殊胜的因缘之下 共同来这个世界的和平 为每一个人的家庭 这个安居 能够平和生活 来做一些贡献跟努力 祝福大家 恭喜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吴部长 各位贵室同修 听了吴部长 这个几十分钟的致辞 讲授 我们恐怕大家要 更加加油 他把我们中门 也可以说熟透了 也看透了 也想透了 尤其是后面 师父说 我们大未来的发展 古人说三十而立 我们已经三十三 今天是三十四开始 我们的基础已经打稳了 师父说 未来 走了不是只是慢慢地走 要大步地走 大未来 而且我们要 不是还在谈的 哪里有鬼谷子 哪里没有鬼谷子 我们谈的它的整体的 整合性的这个文化 尤其是现实性 你到底是怎么用 用在哪些个层面上 能够对人类 能够对社会 发挥正向的功能 这鬼谷文化 跟世界和平 必然有关系 关系有负面 有正面 我们谈的是正面 谈的是中道 我想谢谢 吴部长 吴部长 我每次邀请他们几位 他们没有二话说 一定来参加 我是他大十二岁的学长 他的是大学教书的小孩 是黄教授的学生 所以他觉得 我们这个学长 跟这个老师都还不错 所以他非常的支持 所以我想刚刚师傅一定听了 一定满心的欢喜 因为点出了未来 到底鬼谷文化 维新圣教维新中 要怎么个走法子 我想这个将来我们 可能要成立各种的专案小组 来好好的研究 到底我们怎么去走法子 我们谢谢吴部长 谢谢他一大早 这个坐车高铁到这儿 等下结束 马上要回台北 我们原来中学的一个校长过世 他是当主任委员 智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要赶回去办一件 我们前校长的智商送别会 所以我想谢谢吴部长 这样子这个能够肯定能够支持 我们请林部长 等一下谈的是 鬼谷文化与国家建设 那个是等一下的专家学者的部分 现在请他以当地的地主之仪 来自个欢迎词 第一个看他欢不欢迎我们来 第二个看他改天像我们这么 这个坐的屁股痛 改天是不是发一个垫子 给我们预备用 谢谢我们请林部长 师傅 欢迎师傅还有杨院长 吴部长 今天各位主讲人 各位发讲师 各位玄师同修跟师兄师姐 大家早安 阿弥陀佛 今天的论坛 是我们维心中维心圣教 每年元旦的中华民主祭祖的延续的一个节目 正巧 今年的论坛在台中 台中的这个地方 过去大部分在中心大学 中心大学是国立中心大学 非台中市政府辖区 是吴部长的辖区 刚刚杨院长有一点 认为这个场地太小了一点 这个我要发意见给各位 场地不是我选的 但是是我促成的 终归还是欢迎各位到台中 台中市 台中市 东西巷 有99.5公里 最高的是雪山的东风 3199公尺 一直从这个地方 一直到大安清水沙路 这边是海平面的零 这个大甲西的上游的七家湾的 櫻花沟吻龟 就是从3199公尺这边发育 海平面零呢 那个就是所谓的白海豚 这两种 从高山到海平面 到台湾海峡 这个 都是国宝鱼 都是在台中市政府的辖区 南北向是从大安西 大甲西直到大渡西 有49.5公里 跟各位报告就是 有平原有高山 好山好水 尤其像大甲西 有两个主要的水库 谷关坡跟德基坡 大甲西流域 有七个发电厂 水利发电厂 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谈的 绿色能力 我们水发电以后没有浪费 没有让它很容易地流到台湾海峡 我们又把它围水 又把它留下来 又发电一次 又发电一次 一共有七次的发电 七个发电厂 台中有这么样的高山 一直到海平面 也有平原 高山平原 很好的风景 今天是主人 所以我就要讲台中的好处 我最主要就是要跟各位贵宾 好不容易 当然我们先佛寺 我们在南投在台中 现在台中是所谓中张头的共同治理 但是今天我了解的 有海内外的各位贵宾 还有台中市以外的道场 都在这边 我刚刚跟各位报告了 台中市有好山 好水 有好水果 好美食 风原是跟台中是高饼之都 我们耳熟能详的 太阳饼凤梨书 也是台中发言 水果跟各位报告 外埔的葡萄园 葡萄 已经连续三年 世界的白葡萄酒的 瓶剑是冠军 他现在要跟酒庄定 要三年以后才会给你 他的量是这么样的出名 水果呢 从外埔的火龙果 一直到高山的蜜苹果 高山梨等等 文化的部分呢 台中火车站已经有100年的历史 那台中的周丁 以前叫周丁 过去是旧台中市政府 现在我们把它整修好 以后是一个古迹 还有台中文学馆 等等的文化 我们大家很了解的 以前叫做中央图书馆 中央书局 也就在台中的 现在所谓的台湾大道 以前叫中正路 所以有文化 有风景 有高美湿地这样的一个风景 有新色的花海等等 我们在这里 欢迎各位 除了这个论坛 论坛今天结束以后 跟师父请命 让他们都在台中多留几天 台中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欢迎各位 今天的论坛在台中 刚刚我们院长讲 我今天是以主人的身份 来欢迎各位 那如果招待不周的地方 请各位见谅 我们最后敬祝我们的论坛成功 敬祝各位 平安快乐 阿弥陀佛 谢谢林部长 林部长话都没有讲完 有这么多好地方 好吃的水果 好吃的东西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 招待我们吃一点什么东西 谢谢林部长 所以可见 各位了解 不是政府官员 都没有用功 他多么能够把握这个时机 能够把他做的事情 把他负的责任 这个角色 能够把他展现出来 各位听着林部长的一席话 你对台中 应该都会有一点向往 在台中到场 我也有一个 师傅给我一个很大的办公室 那我也常常来 台中是越来就越喜欢 越来就越想再来 所以欢迎各位到台中来 我们今天 原定的 中国鬼谷子研究会 先秦时学会里头的 鬼谷研究会 黄立宗 黄会长 他每年 从应该是最早 就第一次来交流 应该是王普旭先生 那个是透过一个特别的管道 陪他到台湾来 那么他今天不能够到场 昨天打了一份电文 传过来 因为他的字很小 小得我这种老花都看不见 所以就请我们 远山贤士 他帮我 笔抄了一份 我就代读 台湾 中华 民主联合记者大典主席 鬼谷文化与世界和平论坛主席 混言禅诗 首先 我代表中国先秦时学会 鬼谷子分会 代表北京 门头沟区 鬼谷书院 对冀祖大典 和和平论坛的成功举办 表示热烈祝贺 如果按照大陆的规矩 这个时候各位要鼓掌一下 多年来 混言禅诗 率领中门同修 奔着两岸之间 为两岸文化交流 为同胞和平交往 做出了积极贡献 应该再鼓个掌 为此 我仅向混言师傅和各位同修 致以同胞的敬意 愿我们的友谊继续加深 愿我们共同攜手 为两岸交流和发展 做出新贡献 中国先亲史学会 鬼谷子分会会长 北京门头沟区 鬼谷书院 三长 各位这个三长 恐怕有人听不懂 三 就是那 山上的三 道长 三长 黄立宗 公元2016年1月3日 宣读完毕 谢谢 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我们今天的开幕典礼 虽然是 大家 都 尤其站在后头的同修 恐怕站得都累了 我们就提早几分钟 稍事休息 下面我们换场 接着第一场的论坛 我们就在原地 这里举行 如果要休息 要离开 请等一下 接受我们招呼单位的招呼 能够尽速尽场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开幕典礼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谢谢各位